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处社宅分别取名为智慧好事以及怀使好事 分别就位在板桥智慧公园和怀石公园旁 离江翠捷运站只有十分钟路程 地段相当好 中央还要在全台盖八万户 在第一阶段已经都达到了四万户 已经在去年底如期的打标 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包括我们在第二阶段 要完成剩下的八万户 也开始启动 内政部已经全面的盘点 所有适合新办社会住宅的土地 在邀请住都中心和地方政府 共同进行分工 由国家住都中心主导的社会住宅开发 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四万户 为了实践居住正义 还要再进一步 透过落实居住权 促进结婚和生育人口增加 而新北市是目前六都中 社会住宅新建户数最多的地区 新北市长侯友宜所提问 提出的多元社宅新办计划 包括租金补贴和包租贷管 他说大举新建成本高 或许多家利用目前闲置空屋 更加务实 接下来新闻要提醒您特别注意 这诈骗手法在翻新 最近不少民众都接到了 自称是护证事务所人员 要核对各资的电话 新北市板桥护证事务所就统计了 平均每天都会有多达 一二十件的申诉电话 这护所也特别声明了 从来都不会主动的致电民众 来核对各资 所以提醒千万别上当了 护证事务所每天接受 民众申办的业务量相当大 但是检视所有项目当中 都没有一项是透过电话 向民众确认资料的 从五月疫情爆发以来 民众居家时间变长 接到诈骗电话的几率也跟着增加 板桥护证事务所透过报案民众了解 待投入先是假冒护所人员 说民众资料被盗用 必须要核对金融等相关个资 民众来我们这边确认询问的都指说 大片电话都是自称 是护证事务所的什么什么人 然后说有某某人 借用他的名义来申请他的户籍 再次呼吁护证单位绝对不会主动打电话 向民众索取任何资料 如果接到类似电话 直接挂断或者迅速联系165反诈骗专线报案 台中法治局长李善直年轻帅气 是公认的行男 但日前竟然有同事接到的局长赖私讯 来告白说喜欢你 但还好这对方警觉性相当高 一句你到底是谁 就截破了这传讯席的 其实不是局长本人 原来是因为李善直赖图被盗了 而且他就只好在脸书发表了 不骚扰声明 还向警方报案要揪出这位不法分子 年轻帅气的法治局长李善直 用LINE私讯向同事告白 喜欢你 接到这个讯息 还好对方没有开心昏了头 反而问对方您到底是谁 才截破这传简讯的并非局长本人 同人发现有人盗用我的图像 跟使用我的名义 在LINE上跟私人做去告白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情况 就有点危险 因为今天是告白 下一次他可能用我的名义去借钱 或者是在公务上的使用 用我的名义要公务资料 这里都会造成资安的问题 通讯软体成了交流讯息重要工具 但有心人士要盗图改名换姓 手指动一动 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李善直被告知 自己的LINE被盗图 还向他人告白 随即在脸书发表 不骚扰声明 并强调盗用他人图像 散发不实的讯息 这都已经触发 可能会触犯著作权法 因为他又盗用我的名义跟照片 这里名字跟图片可以做连结 这里会涉及各知法的问题 所以他也可能违反各知法 各知法最终可以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然后当然盗用我的图片 又侵害肖像权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做民事的求偿 如果抓到人的话 后来我们这件事我有第一时间 有跟警察做一个备案的动作 李善芷已经向警方报案 强调一定要把这个不法之徒揪出来 并提醒大家接到奇怪的讯息内容 一定要跟本人确认 以免上当受骗 接到可能是你认识朋友的LINE 跟你做一些不合理的请求 这时候自保的方式 就是要用打电话 去跟本人做确认 你才知道是确实 是不是那一个人发出的讯息 因为现在LINE要 盗用图片或更改名称非常容易 李善芷也担心会有人借他的名义 索取公务资料 这次要透过警方揪出不法之徒 避免有人悟性受害 救护员忙着救治伤患 但却反被民众来攻击 这一个月来已经是第三起的攻击事件了 竹东这起伤人事件 这受伤男子不明原因 突然在救护车里面就攻击了 正在帮他擦药的救护员 甚至是还出腿来狂踢 造成了两名救护人员身上多处受伤 已经报警提告 救护车内人员正在帮伤患 擦拭膝盖伤口 突然男子发狂似的 拉着救护员的手就往担架上狂砸 攻击行为还不止这样 有一个路导的民众 因为我们这个 当这个伤患在救护车内 在做擦拭的时候 遭到这个病患 这个无缘无故的这个攻击 这是有殴打 跟这个招提上的部分 那我们消防局站在这个 保护同仁立场 也支持我们同仁去做一个提告 这及这个防疫公务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依法来 依法来救办的部分 那日前其实也有两起 这个救护的职场的一个 暴力的这个民众攻击事件 那其实我们都有在处理 照片上拍下 受伤救护员 腿部胸部多处擦挫伤 就连脖子上也留下长长红色抓痕 救人的人反被伤患攻击 近一个月来 已经是第三起攻击事件 原来民众通报 公园有人倒卧地上 主动两名救护员到场 倒地的五十多岁男子已清醒 但因双膝有擦伤 于是上车接受处理伤口 不料过程中 占性伤患突然暴力攻击 抓起人员左手猛撞担架 面对另一位救护员出脚狂踢 造成两人手脚腹部有多处受伤 当下已报警 并到医院验伤提告 消防局这边也会针对 同人如果面对这种 危险的情况的时候 如何来做一个防患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 请我们来做一个 如何保护自己 甚至我们在车上 可能要放一些必要的 一个防身的部分 那希望让我们同人 在针对这种现场 有各种状况的时候 希望能第一时间 可以做到保护自己 救护车上不明原因 男子突然失控攻击 第一时间救护员 合力将其拉出车外并压制 警方也介入了解 消防局表示 绝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事 将对施暴者提起伤害 及妨碍公务高速 新竹竹北福星宫香火鼎盛 这香油钱年年都有结余 为了把善心发扬光大 庙方就拔波请示了土地公 共同捐赠新竹县 首辆印有八藤堡格文的救护车 给了光明消防分队 要提高都市的救护能量 手持清香 感谢土地公土地婆 消防局获赠一辆价值 270万元的救护车 捐赠人相当特别 是竹北福星的伯公 在信众拔波下同意捐车 要补足光明消防分队的救护资源 信众越来越多 和我们集资的一些香油钱 就这些香油钱 都是来自社会吧 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土地公 把这个回馈社会 就是尽一点心力 把信众对于田中博公的善款 集结回馈社会 救护车不仅外申贴满了八藤堡格文 让用路人看到方块交错的图案 可以引起敏感度 而交错反光的方格 更会引起驾驶人的注意 减少车祸发生 而车上的救护舱 也针对救护员放置了前导式座椅 让行车更加安全 后舱的置物柜 也改为可拆式快取系统 增加车内灵活调整的空间 大幅提升紧急救护的能量 这台救护车 我们从外观看起来 它就跟我们现行的救护车 颜色上就有不同 它是采用最新式的八藤堡格 横格的警示的一个作用 它在夜间的警示照明 更为谎光更为明显 所以可以提醒我们的用路人 以及我们的驾驶人员 能够及时注意到我们救护车的行进方向 这一次尤其捐赠的救护车 让我们觉得说在地方上更有帮助 而且更能够让大家受贿到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福星宫香火鼎盛 信徒源源不绝 长久累积的香油钱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未来搭乘福星宫号的患者 都能在薄宫的庇佑下顺利就致 阴氧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现场 今天是第一阶段的流感疫苗开打 上午台中不少长辈 还有幼儿家长都来接种 而卫生局长就特别 到了中西区的卫生所关心 而全市大约是有76万剂供应 预计双十廉价之后 会安排国小来施打 而国高中生遇上了BNT的供货延迟 得延到15号才能完成接种 所以后续会再来规划 打流感疫苗的时间 他现在这个年纪也打不到 那个COVID-19的疫苗 所以就是只要先打来打疫苗 流感疫苗开打了中西区卫生所 挤满几种人潮 长辈及幼儿家长也一早就来报到 卫生局长曾子展还特别到场 关切减肿状况 十分顺利流长 还不错 我们往年一开打的情况 大概就像这样 50岁到64岁是第二波 11月15号才施打 所以就比较井然有序 特别的感谢我们各地基层 诊所协会 还有我们医疗院所的一个协助 在这么压力非常大的下 还是尽量的一个提供 我们民众来接种疫苗的一个服务 台中原有76万剂流感疫苗 包含市府73万多剂 教育局1.8万剂 供公司力教职员 社会局4000剂 供中低收入户等 另有200剂也提供给家庭托幼人员 虽然新冠疫苗同步开打 需间隔7天以上才能打流感 人潮依旧和往年一样热络 也有家长带着刚满6个月的宝宝 抢在第一天接种 该打预防针还是要打 刚好因为我们家就在这附近 所以就是过来这边打这样子 我每年都有打 今天稍微等了一下子 你也有打新冠疫苗 然后我们流感也有打 有 我两剂都打完了 我也是每年都来 保护自己 而目前五种疫苗同步施打 预计双十廉价后 12号将优先安排国小生打流感 国小我们就等这个连续假期结束 我们就开始了 可能在10月8号那天 学校的BNT会不够 所以我们已经有做好计划了 就是说如果一旦不够 没关系 10月8号那天 学校大概会有三万多剂 我们就把它挪到10月15号 往后延一个礼拜 原定8号帮学生打完BNT 但因供或延迟 将延后到期中考结束的15号打完 后续国高中五专生接种流感 将在规划排成 苗栗县的公费流感疫苗 今年度是一共采购了13.8万剂 会分为10月1号 11月15号两个阶段来施打 接种对象呢 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辈 具有潜在疾病等慢性病患 还有幼儿园托育人员等等 也请符合资格者要踊跃来接种 有鉴于流感耗发于秋冬季节 降低长者以及具有重大或慢性潜在疾病者 因罹患流感导致严重并发症或者死亡 苗栗县今年共采购13.8万剂流感疫苗 10月1号统部全国展开施打 关心长辈接种情况 县长徐耀昌特别前往中南卫生所视察 我在看这个趋势 所谓的COVID-19的疫苗 现在都大概是打两剂 未来一定要跟这种的病体共存 所以以后COVID-19的情况 大概也会跟流感一样 然后身体有了免疫力以后 就会百毒不寝 大家都健康吃百里 今天来爬应该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今年苗栗县公费流感施打其成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波实施对象 包括医事及卫生防疫人员 65岁以上长者 安养养护机构等 10月15则为50至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等族群 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容易变异的 这个病毒然后也会造成大流行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呼吁 我们的这个县民乡民 就是一定要还是要出来 然后只要是符合接种的民众 都要配合这个县府的 这个接种的一个安排 然后出来做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 那有打就是有保护 面对新冠肺炎及流感双重夹击 卫生局呼吁符合资格者 踊跃施打 并留意两种疫苗接种间隔时间 以及接种站点服务日期 今年因为我们COVID-19的疫苗 针对幼儿呢 并没有特别的一个疫苗可以做接种 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 会放在幼儿跟我们的长辈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接种 那至于呢 就是说预约的时候呢 请大家呢 关注我们县政府的网站 卫生局的网站 以及苗栗健康加油站 在那里我们都会有我们相关的图卡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接种点 那也欢迎大家呢 上去做预约 接种疫苗是目前对抗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接种完两周之后才会产生保护力 请民众把握机会完成接种 以提升自我保护力 校园施打BNT疫苗进入了第二周 在接种过程中哦 这学生是难免会紧张的 台中长一高中就特别放映卡通 而家长会呢则是聘请了乐团来现场演奏 来疏解一下学生紧绷的心情 上午一共是有392人完成了接种 其中呢有4个人有出现不良的反应 但索性经过了医师诊断 这学生现在的状况都是恢复良好 温柔情深搭配吉他节奏 学生耳听乐曲 眼睛则盯着一旁荧幕上放映的卡通 双重疏解试打疫苗后的紧张情绪 就是舒缓情绪 本来很紧张 然后但是打完就觉得还好 就是以后出国的话 就是才可以出国 然后比较方便 有点紧张 然后现在很酸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就在高中比较难得可以看到卡通 听说这个BNT会对肌肉整个会有 会有影响紧绷的情况 那我们经过这样的疏解 让学生完全的放轻松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有人哭哦 先攻轻轻拉动小提琴弦 勤快旋律飘扬在体育馆内 校园开打BNT长一高中家长会 特别聘请乐团吉他手及小提琴手 现场演奏30首曲目 缓解学生紧张恐惧心情之余 也来场音乐饗宴 在乐声伴奏下 接种人员忙着处理疫苗 将枕头注入 学生一脸淡定 上午场次 原先预计有391人要进行接种 最后有一人自行前往医疗院所施打 31位不施打的学生 也有两人临时决定要打 接种过后则有4人出现不良反应 那其中我们今天比较严重的 有两位同学是呕吐 那我们的医师 总医师也随时在关注 那我们的护理人员也随时在旁边 那同时我们会将这样的一个状况 及时回报给家长 那目前经过医师的诊断以后呢 学生的状况一切都非常良好 向远市打BNT 学生难免心情紧张 随着轻快乐曲优扬 同去卡通放映 在接种现场 也成了学生最好的镇定剂 为了让市府官员 明代还有洽工民众 在进出高雄市议会的时候呢 能够多一层防疫的保护 有5家民间企业 共同捐赠高雄市议会一座 价值50万元 奈米级的远紫外线的灭剧门 在启用典礼上 议长呢 他是一再感谢市府的防疫用心 才能让疫情获得了妥善的控制 而市长陈其迈也希望 这市民能够落实防疫新生活 不要掉以轻心 装设在市议会大门前的 防疫灭剧门正式启用 高雄市议长曾丽燕 其同市长陈其迈 亲自下场体验一番 像是踏上星光大道 议长曾丽燕走到灭剧门的下方 高举双手来一个360度的转身 不到三秒钟就完成体昏量测 及全身紫外线消毒杀菌 市长紧接着也上场感受 这项防疫力气带来的便利 赶在定期大会开幕时启用 提供洽工民众 民代及市府官员 多一层的防疫保障 曾丽燕除了感谢民间企业出资捐赠之外 也对这段期间市府的防疫作为表示肯定 一起来为百姓的健康来把关 让大家都有像现在一样 比较没有恐惧的生活在我们整个高雄市的每一个区域 一位的企业的代表 能够在疫情平复之后大力的来捐赠 而且能够用最科技的方式来进行整个环境的倾销也好 或者是落实科技防疫 我想可以说是在企业帮助政府落实防疫的一个典范 所以来这里要特别表达感谢 价值50万元的奈米级原子外线灭菌门 可以同步完成体温量测及消毒杀菌 这对人员进出频繁的议会来说 装设了灭菌门无疑多了一道防疫把关 使用者在进入这个门之前先测量一下体温 然后进到这个门之后 我们就请使用者把双手举起 因为在整个腋下的四周 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病菌的残存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门里头 再做一个360度的旋转 让身体的四周都能够彻底的 受到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保护 市长及议长也颁发五家企业感谢状 同时呼吁市民 虽然防疫警戒下降 还是要随时佩戴口罩加强消毒 一起落实防疫新生活 随着全台疫苗的覆盖率达到将近六成 新竹县的艺文场馆是逐步的解封了 除了可以尽情的K书 那演艺厅剧场等等 也可以不用再采梅花做了 在做好防疫之下呢 都能安心的享用艺文学习的资源 随着全台疫苗覆盖率近六成 新竹县文化局依照指挥中心 放宽艺文场馆的防疫措施 现在想要K书 想要阅读的民众都能开放入馆 文化局也逐渐配合 这个中央的防疫指挥中心的 开放各场馆 拱民众来进入 图书馆其实它也全面开放的 包括自修宿K书的地方 还有那个电脑 那个教室区域的部分都开放 那也欢迎县民多多来利用 民众来到文化局自修室 要先量体温才能进入 桌上也设置了塑胶隔板 一早就有许多人 前来K书语读报 而另外图书馆也一一开放了 电脑使用区和阅览区 亲子也能席地共读 表演场馆 演艺厅 剧场等 观众席以实际的座位入座 不用踩梅花座 不过表演人员还需要提供 三到七天的快衰证明 或是疫苗施打黄卡就能演出 全面禁止饮食 维持量体温 实名制 消毒等防疫措施 最特别的是 这次我们表演厅的部分 布柴 梅花座跟尖隔座 那也加会了县民 勇业来表演参观的人数 那最特别就是 我们这次的文化园区 它因为也开放 但是文化园区 收限于假日故事款的部分 因为还是要来登记 那还是收限在10人以下 异文活动逐渐解封 让表演工作者可以维持生计 主备新瓦屋故事馆也恢复导览 一次学人违宪 市集依然禁止试吃 开放空间维持每天清洁 防疫新生活下 让民众都能安心参与 久违的异文展演 报导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桃园新竹苗栗 埃中高雄专业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连播网 横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猜员除水桶要夹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额热清除滋生源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历史两年 赤字5亿的1895椅卫宝台纪念公园 已经接近完工 桃园市长郑文灿就特别前往视察 这园内是有亲子共荣环境 也具备了客装的意涵 这座国家级的纪念公园 还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特别奖的肯定 为凭证增添了新的修起地标 从空拍画面俯瞰 一位公园 夜晚灯光变换 环状跨桥设施连接 马路两旁公园绿地 除了将园内各景点串联起来 也意涵客装意勇团结的精神 1895一位宝台纪念公园 位在平阵区 面积约3.65公顷 采用地景式的设计 行速纪念空间 希望唤起民众对以为战争的这段历史 把过去的历史文化 融入在脚底下 同时改善了复旦路二段 跟玉达路二段的交通 所以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公园 目前已经得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特别奖 顺着清澈溪流 欣赏沿途打造的竹林之灾 随处可见的造景 广大的中央大草坪 是一位宝台公园的一大特色 除了展现建筑质感 也兼具纪念意义 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清静大自然 而公园内还有亲子共荣设施 兼顾大人小孩的需求 亲子共荣公园 有非常好玩的游具 在造这个水浸 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有清水有公园 公园令辟地下一层停车场 渴望改善凭证 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一位纪念公园预计 11月26号开放入园 届时将举办纪念及艺术活动 期望成为浪漫排三线的一道亮眼 接下来看到就是桃园市政府 行政园区机车停车问题 非常严重 不但在市政府上班的公务员 每天为了找车位是伤透脑筋 到市政府来洽工的民众 更是一位难求 交通局就争取到 前瞻计划来补助 预计新建以机车停车位为主的停车场 要来改善行政园区停车的秩序 桃园市政府后洞大楼外墙整修 让行政园区的机车停车问题雪上加霜 许多机车找不到停车位 四处找地方停放影响到市容观瞻 也让机车找车位的驾驶人苦不堪言 桃园市政府说明行政园区的机车停车隔位 虽然已经有部分开始收费 但还没有全面实施 为了彻底解决行政园区机车停放问题 交通局争取到前瞻计划补助 计划在文化局前广场设置地下机车停车场 文化局的停车场 那个停车场会停100多辆车 大概150辆左右 但是有700辆的机车停车位 给机车族方便 所以那边也获得前瞻计划的补助 那我们预定设计完之后就开工 那地面层也会把文化局的广场 重新塑造 目前桃园市收费的机车停车隔位 共有一千多个 即时的车位每小时收费是10元 也有路段是采取即次收费 机车族赞成收费 可以让他们更方便停车 但希望能够提供减免给恰功民众 好原市政府逐年推动机车停车位收费 目前主要选定的是商业区设置计次 或者是计时的车位 透过收费管理的模式 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 也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是公共自行车 台中东风国中的中道楼 因为这耐震系数不足 被判定是了围楼 市府编筹了四千多万拆除重建 一楼会设置全新的非盈利幼儿园 一共有四个班级 二楼则是图书馆兼社区的共读站 上午市长卢秀燕也出席了 落成启用典礼 剪下彩带 庆祝东风国中中道楼 落成启用 两层楼建筑 包含图书馆 试听教室都迎来了新风貌 非盈利幼儿园也坐落于此 其实去年底就盖好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落成典礼 好事多么延到今天 不过迟来的祝福 更诚意 希望今天完工启用以后 我们的新兴学子 在这个学校里面 有好的教育环境 学童开心拼着拼图 东风国中中道楼 过去内政系数不足 属于围楼 市府边筹四千多万 将大楼拆除重建 并在一楼开设 东风非盈利幼儿园 六间教室 共四个班级 包含一班幼幼幼班 共一百多位幼童 至于二楼则设置 试听室图书馆 即社区共读站 绿色植物温和色调 搭配明亮光线 打造出舒适北欧风 我们之前的图书馆 它中道楼 但大家知道中道楼 它就是四十年屋林 所以它那个图书馆 就是都是铁柜硬邦邦的 一点温度都没有 那后来我们来这边 我们就是把它主导成 就是有一些北欧风 又有一些带着一点点 我们之前不在流行的 所谓的工业风 但是我们主要的 还是用北欧工业 这样子去打造一个 明亮舒适的环境 拆除重建工程 加上图书馆 及幼儿园相关设备 共花费五千多万 历经一年半完工启用 不但能让更多 学龄前的幼儿入园就读 崭新设备 也提供学子 更舒适 优质的学习环境 后职科技教育软实力 苗栗县政府在竹南国中 成立全县第三所 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结合苗北地区各级学校资源 规划手作创课 数位制造 AI机器人 等三大教学课程 藉由街牌典礼 也宣告 这中心是正式启用 推动并发展科技领域课程 教材以及教师知能培训 进而提升学子 创新思考学习地 苗栗县政府在竹南国中 成立全县第三所 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上午街牌典礼当中 县长徐耀昌 也亲自操作自走车机器人 目座多若何等 体验座中学乐趣 以培养学生科技的素养 而有效地因应 新世代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么这次我们总共有结合的 苗栗县的三所科技中心 那也期许我们竹南科技中心 能结合我们的竹南镇 头份市 山湾厢 南庄厢 斯坦厢 兆桥厢等 六个厢镇各级的邪教 在科技教育上发展 一起的七所成长 茁壮来提升本县的科技 教育的软实力 竹南科技中心整合苗北地区各级 学校科技资源 规划以首座创课数位制造 AI机器人为三大特色主轴课程 将首座创意数位设计输出等元素融入教学 发展多元化新兴科技教育 结合我们的生活科技 解决问题的方面可以更得心运手 三二一 请接牌 县长需要叉及多位学者 民意代表等共同接牌 象征竹南科技中心正式启动 未来将协助强化 领进学校教师以及学生 对于自造教育 以及新兴科技的认识 扎根权限智慧科技软实力 东京奥运台湾男子团体在射箭项目 夺下了银牌的夹击 刚好疫情期间不少场馆使用受限 台中的乔泰高中就顺势搭上冬奥热潮 引进了射箭的课程 组装的方便 然后吸盘式的箭头 也可以确保学生使用上获得安全保障 同时学生也感到非常的新奇 举起弓右手用力向后拉 松开手指头 正中箭把 疫情期间体育场馆使用受限 乔泰高中就引进了射箭课程 像游泳 羽毛球 保龄球 高尔夫球 跟飞标这些课程 那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有些场馆没办法开放 那加上这次东京奥运 台湾的选手在射箭表现非常杰出 拿到了男子射箭团体的银牌 另外还有个人第四名 所以我们搭这个顺风车 也引进了射箭的课程 它是属于休闲工 那它前面的箭靶 它是属于吸盘式的 它不是像箭这样会有危险性 所以它的第一个它危险性比较低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距离不远 所以正常会拖把飞出去的机会就不高 那所以我们会特别选这个场地 是因为后面比较空旷 学生瞄准后放开手指 意志之鉴正中红心 疫情期间让学生不必外出 持续运动 搭上东奥热潮桥台高中 购入十套携带式射箭组 组装方便能因应阳光时段改变场地 因为是吸盘式箭头 即便拉开五公尺距离 安全也能获得保障 大部分学生初次体验都感到很新奇 我觉得很新奇 因为从国小到国中都是走球类 接触球类 然后射箭是那奥运 就有看到射箭我觉得很帅 就是韩国有艺人那边 也是有举办这个比赛 所以我觉得看很帅 然后能够亲自上去体验 我觉得很新奇 也发现就不太容易 能够体验平时不会做到的一些活动的话 真的是很有趣 毕竟平时都碰不到什么箭 把什么的 能够尝试一次真的蛮开心的 在校内空旷场地上课 疫情期间不但不影响运动习惯 还能体验难得的射箭 也透过有趣的课程 来培养学子稳定性及专注度 明天台风来好想放假 年轻人跟着乱花坑门 这次换了好强的台风 杜兄没听 台风来除水被凉 我已备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过去海边观潮几何冰细水 那像区人都经蜜罗章地中狙狙了 还要确保勾取牌观潮通 避免浴塞淹水 还要赶紧收拾花盆固定门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是啊 这下画的台风赛道 咱们也不怕啦 防台作业准备好 远离在热免烦恼 我们是钞票 刚刚从中央银行诞生了 从此我们将为人们服务 大家会用我们来购买东西 可惜人们常常不太爱护我们 请不要随意搓揉 折叠 把我们丢进洗衣机 也不要在我们身体上涂鸦 做记号 请将我们整齐地放在皮夹内 如果您有过多的纸钞 记得存到银行 安全又赚利息 经过整理后 就有干净的抄券可用 抄券代表国家的形象 按习行抬币 大家一起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久久重阳检将至 苗栗县长徐耀昌了展开了 百岁人锐道府卫访的行程 首日分别问候了立法委员陈超明 她高龄106岁的母亲 陈林白菜 以及109岁 全县最年长的女士 陈萧娶妹 并且制赠了长寿礼金 还有礼盒 场面是相当的温馨 重阳节即将到来 为表达对长者的崇高敬意 苗栗县政府办理110年度 百岁人锐未返活动 县长徐耀昌第一站 来到竹南镇高龄106岁 陈林白菜府上 生活起居 虽仰赖轮椅 依旧耳葱慕名 保养得宜的她 就连县长徐耀昌都夸赞 耳葱慕名 皮肤比小女孩都还白痴 白嫩 所以我想保养有方式 丹正幕后的儿子 媳妇 可能他们扮演的角色 更加的重要 要让人家很正常的作息 然后生活很有规律 最重要的还是要一份的爱心 除了问候立委陈超明母亲 陈林白菜老宝贝 县长徐耀昌也来到全县最年长女性 高龄109岁 陈骁曲媒家中 致政长寿礼盒 尽老礼金一万元 并转政卫福部金锁片等 祝贺长者福寿安康平安喜乐 不光县政府 周南的方政长 还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包括廖英丽议员 陈毕华议员 及周南的政免代表 还有里长等等 包括我们的这个陈超明的 因为甲级动员到立法院 他的夫人也来陪同 期待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宝贝 都能够非常健康 阿嬷 今天这么多人有欢喜吗 有吗 有欢喜吗 你有欢喜吗 嘿嘿嘿 还在家 只要说你有欢喜吗 有 谢谢 谢谢 苗栗县今年统计有123名百岁人瑞 比去年多了8位 其中最长寿者住在苗栗市 藉由一连串的卫访活动 宣扬敬劳美德的同时 也呼吁大家要活就要动 做习规律正常才是养生之道 可别以为乐林族 只能轻松跳舞来做运动 其实高龄长者也可以做核心训练 台中西屯卫生所举办激励训练课 20多位的长辈在教练带领下 像是深蹲啊 分腿蹲 还是简化的伏地挺身都OK 除了可以远离肌少症之外 四次的训练下来 这体能也明显变得更好 跟着教练做徒手深蹲 长辈一组一组落实 勤练下半身的核心肌群 接连四次参加下来 体能因此增加不少 卫生所还特别颁发奖状 鼓励长辈维持规律运动 比较有灵活 比较有精力 冲劲 变年轻了 还好还童 身体变得比较柔软 我在心情上也变得比较愉悦 跟着座的感觉身体比较好 对 因为我已经休息了 不上班了 所以有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 简化动作后 高龄84岁的阿公 慢慢尝试也能做到 为帮助65岁以上乐林族 锻炼并重拾肌肉力量 西团卫生所举办长辈运动课程 找来专业教练为20多位长辈 进行每周一次 围棋四周的肌肉训练 加强上半身核心肌群 上肢手臂力量 分腿蹲 深蹲 后腿抬膝 及简化伏地挺身等动作 每位奖辈都顺利完成 搭实的训练 减少高龄基小症的发生 也帮助长者重拾身体自主权 有一些社会参与的活动 让他们增加 借着这个机率的信念 可以预防基小症 让他们走路更平稳 在家里 借着这个机率的训练 会更有力量这样 因为他们有点年纪 他们会想说 我会不会只能这样子 而且他们最重要的点 是他们害怕受伤 在专业的课程上 会做一些简化 让他们做这些动作 会是比较轻松可以去做到的 有一天他真的有心 想要出去爬爬山 那他一定会有一定的基地 可以去让他维持这些运动 所以我们都是以下半身为主 长时间训练有助身心 精神也变得更好 最后一次课程 还特别颁发奖状 要让长者知道 只要相信自己可以 运动部分年龄 想做都能办得到 从10月的国庆烟火 一直到明年的台湾灯会 高雄即将接连举办 各项国际的活动 为了要让外地游客来到高雄 有更多不同吃喝玩乐的走法 高雄市观光局举办 少年旅行家 高雄随意游的游城竞赛 邀请全国高中 暨大专院校的观光休闲 旅游相关科技的学生 可以报名参赛 征求玩高雄的创意玩法 高雄拥有山 海 河 港的 先天优势 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 为了让外地的游客来到高雄 有更多不同吃喝玩乐的走法 高雄市观光局特别举办 少年旅行家 高雄随意游游城竞赛 并且锁定高中职和大专校院 旅游观光相关科系的学生 希望藉由年轻人的创意 激发出不同游高雄的新玩法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在这一次的竞赛的话 我们以青年族群为主的话 也是一来是想要借重于 他们的创意跟一些 可能网络技术上的发想 跟不同的观点 那第二个也是希望说 我们锁定在这些相关科系的 学生上的时候 让他们在学校 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经验 以及老师传授的相关 观光领域 修行领域等等的 专业支持的话可以结合运用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学生 可以有一个发挥所长 甚至是结合所学经验的一个频道 跟一个比赛 然后透过这个部分的话 也可以让他们接触到说 其实高雄观光的样貌 是非常多元的 观光局表示 主题不设限 必须以高雄二日游城为主 其中还要包含夜间活动 建议以大众运输和共享运聚优先 只要获得冠军 就有三万元的奖金 公光局寄出总奖金超过八万元 希望相关科系的在学学生 或应届毕业生发挥创意 踊跃参加报名 这个竞赛的部分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算是报名入委的部分的话 会请报名的队伍来提送你们的拍片计划书 然后我们会请外部委员 跟我们局内的一些相关同仁或长官来做评审委员 那我们筛选过的话 我们会再做第二阶段的决赛 就会把各位拍出来 依据你们送出来的脚本去拍摄出来的影片的话 我们会丢在我们的官方频道去做 给外县市或是甚至海内外的朋友 都可以来给他做一个评选票选的活动 然后再决定出最后的前几名 第一名的奖金 蛮高的是到三万块 然后我们后续这样一续下来 我们总额超过清台币八万块以上的奖金 从国庆烟火跨年到明年的台湾灯会 高雄即将迎接举办各项国际活动 透过游城竞赛 不但是要吸引外地游客造访 也期盼借由青年人的创意 创造城市观光的各种可能 做最好的城市宣传和行销 推广苗栗后龙镇的特产甘薯 政公所特别办理了logo的设计竞赛 这争选结果已经出炉了 首奖是以后龙镇的英文字母 结合台湾外形的甘薯 还有飞龙等图案 凸显出了在地农产的特色 未来公所会作为商标来使用 运用在文创的商品 要打造后龙的专属品牌 后龙有三宝 西瓜、甘薯、花生 肥沃砂质土壤 促使后龙所生产的甘薯 特别香甜可口 为推展在地农特产品 政公所经常举办控摇烤番薯活动 而为进一步加深民众 对于后龙甘薯的忠诚度 今年更特别办理 后龙镇甘薯logo设计竞赛 这个优质的甘薯品质这么好 然后外地的人非常的喜欢 是不是我们农会跟公所 这边能够一起来配合 我们来把这个甘薯 我们来设计出 属于我们后龙镇的一个甘薯的 一个标章 那现在已经顺利的出炉了 这个甘薯的标章 我们经过很多人 这个投稿进来 那我们在这里面 就由一些专业的人士 专业的老师 他们来评选 共有两百多件的作品投稿 最后选出前三名 家座五名 以及优选十名 首讲第一名 以台湾卫行的甘薯 黄金色的果肉甘薯呈现出 后龙的特色 配合飞龙图腾 很有后龙味 那现在已经把我们后龙镇 这一个代表 未来要代表后龙镇的这个标章 已经评显出来 那接着呢 我们会这个把 跟龙会一起合作 我们把这个 这一个标章 我们有一个设计 我们的这一个甘薯的一个包装 比如说我们甘薯 要放在哪一个包装袋里面 我们有一个外 就一个包装袋 那以后呢 这个袋子会有我们甘薯的一个logo 后龙镇专属的一个甘薯的logo在上面 第一名首讲作品 将作为专属后龙镇的甘薯标章 未来会运用在 礼盒包装 浓特产品 以及研发各项的文创商品 目的是要和其他市场做区隔 企图借由亮眼的logo标章 打响再替品牌 明天台风来好想放假 年轻人跟着乱花坑门 这次画了好强的台风啊 杜兄 并听 台风来储水被凉 我已备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过去海边观潮几何边泻水 我像屈原就进密罗张艺中去去了呢 还要确保高曲排罐畅通 避免预测烟淹水 还要赶紧收拾花盆固定门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是啊 这下画的台风载道 咱们也不怕啦 同台出业准备好 也您在乱免烦恼 报告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连播网 随着疫情趋缓 苗栗泰安乡公所 配合振兴国旅政策 推出泰安乡智慧旅游网站 以及想去泰安玩APP 并且规划办理五大主题 十个梯次的 2021泰安文化生态轻旅行 一日游的活动 要邀请全国各地游客 来深度的体验 在地的文化与生态 经典原乡歌舞 为泰安智慧旅游网站 启用典礼 即2021泰安文化生态 亲旅行记者会揭开序幕 现代人智慧型手机不离声 方便民众一机在手 倡游泰安 将公所精心策划 推出分别有安卓与iOS 两种系统版本的 想去泰安玩APP 并搭配泰安乡智慧旅游网站 里头不但有吃喝玩乐各种资讯 还可以规划私房行程 县长需要昌 肯定泰安乡公所 推动观光与时俱进 所有泰安乡的景点 所有泰安乡的店家的美食 不管是原住民美食也好 或者是我们客家美食也好 还有我们的住宿饭店 温泉饭店 还有我们的民宿 再加上全台湾市 最有名的就泰安的雇银区 还有我们一些 我们公所的活动等等之类 只要你们点进去APP 然后注明想去泰安玩 那个想不是想念的想 是享受的想 因为你只要来到泰安 绝对让你心旷神怡 只要在APP来点想去泰安玩 想去泰安玩 就能够找到泰安的这个民宿 饭店 露营区 甚至于这个温泉的地方 乡长刘美兰还提到 泰安乡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与人文历史 公所自104年起 办理泰安文化生态亲旅行 至今已迈入第6年 今年安排五大主题 十七次行程 希望藉由物超所值的一日游方式 让各地游客体验及了解 当地的文化与生态环境 十七次我们会带到 我们泰安乡16个部落里面的 最值得你们可以去看的 去了解的 可以去欣赏的部落 让你们去了 可以知道 原来泰安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日游 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 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让你们更认识泰安 泰安相智慧旅游网 App正式启用 配合泰安相智慧旅游网站 及想去泰安玩App启用 2021泰安文化生态亲旅行 也即将开跑 10月2号凌晨12点 正式开放线上报名 广邀民众把握难得机会 体验原乡的纯朴与自然 拍照打卡还可抽好礼 天气逐渐转良 加上疫情控制稳定 这出游的心情 真的是蠢蠢欲动了 桃园市环保局邀请民众 来一趟绿色旅游 结合了环境教育设施 绿色餐厅 以及环保旅店 更推出了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优惠 天亮好个秋 正式出游的好时节 加上最近国内疫情稳定 桃园市环保局特别推出 绿游桃园环教小旅行活动 专连桃园环境教育设施场所 绿色餐厅 以及环保旅店 推出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透过体验室游城 也能爱护环境 我们结合了这个桃园市 辖内的环教场域 还有我们的这个绿色餐厅 还有我们的环保旅店 那我们安排了五套的 这个绿色小旅行的行程 重点来咯 这五套的行程呢 都是买衣送衣 所以是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所以欢迎大家 踊跃来报名 像是郭元毅高饼文化馆 是全台高饼业第一座 绿建筑生活馆 高饼DIY课程适合大小朋友 或是好时节休闲农场 享受自然环境的同时 还能体验做 摇烤披萨的乐趣 环保局这次结合 五个环教设施场所 推出绿色游城 那这五套小旅行呢 那分别是在我们五个 这个环教场域的景点周边 那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小屋来 那带大家可以去山上深呼吸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郭元毅 那郭元毅也是我们的 观光工厂 也是我们的环教场域 那这几个场域呢 其实呢 都整合了非常多的一个 观光资源跟观光景点 那也欢迎大家呢 踊跃来报名 有兴趣参与环境教育 小旅行的民众 都可以透过网路报名 透过旅行了解 用在地时当季 也懂得珍惜资源 爱护环境 同样是桃园的活动 2021桃园铁玫瑰艺术节活动 以我们来干大事为主题 执行桃园艺术绿洲创作计划 邀请了在地艺文团队 与专业的表演艺术团队 携手合作 活动开幕记者会 邀请了莫比斯 圆环创作公社 带来龙潭市场 停看厅的剧场 让人真的是有如身在了 龙潭市场 来喔 来没提吧 进行戏曲创作 铁玫瑰艺术节 这几年努力执行 桃园艺术绿洲创作计划 推动与在地艺文团队的合作 这种对于空间的参与 包括绿洲计划也是一样 在龙潭在中立 都有各种对于空间参与的 这种演出 那我想在地团队 对于我们桃园的历史 跟这个在地的各种文化空间的 这个参与 是铁玫瑰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要让艺术跟文化 能够走进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这样我想这个是今年 我们来干大事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 从龙潭市场的叫卖声 和各种互动场景取材 让人在热闹的氛围中 进入了世代 交出了龙潭市场 其实我这次的发想 就除了用鼓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亚俗购赏的鼓乐之外 然后我也让鼓手 就是可以就破格 开始讲一些台词 唱一些歌 然后重点是 会当地的一些店家的素人 他们也会参与到 这一次的创作 把他们的声音 或是他们对于 他们店里头的一些物件 的想法 然后交流 然后就一一的呈现出来 铁玫瑰艺术节活动 从十月一号起 到十一月二十一号 共有十档演出 两场工作坊 和一档的展览 以及六场的免费 周边活动 活动资讯 可以搜寻铁玫瑰艺术节 粉丝专业 而购票观赏表演 达三个场次 还可以获得 免费的电影票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白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都在TNews 联播网 我们是钞票 刚刚从中央银行诞生了 从此我们将为人们服务 大家会用我们来购买东西 可是人们常常不太爱护我们 请不要随意搓揉 折叠 把我们丢进洗衣机 也不要在我们身体上涂鸦 做记号 请将我们整齐地 放在皮夹内 如果您有过多的纸仓 记得存到银行 安全又赚利息 经过整理后 就有干净的抄券可用 抄券代表国家的形象 按习心台币 大家一起来